他是坐拥3000万用户的手机软件 WeFone的创始人 却在2017年9月7日凌晨 在自己的软件上留下一句弹窗 我被毒妻某星星害死 便爬上了自家楼顶 纵身一跃 他在离世时没有负债 年入千万 还在北京西二旗拥有一套房产 是人人艳羡的寒门柜子和科技新秀 究竟是什么让这样一个人生赢家 萌生了亲生的念头呢 这一切要从2017年 他偶遇了一位让自己怦然心动的 超级美女开始 但这个美女却将他一步步的 逼上了绝路 苏享茂 福建人 研究生就读于北京邮电大学 2012年初创立了科技公司 WePhone 约2015年左右 公司开始盈利 达到事业顶峰 年收入千万元左右 妥妥的人生胜利组 但因为工作太忙 自身眼光也高 一直没有找到一位合适的人生伴侣 2017年3月30日 他在某婚恋网站上结识了 同为高级会员的某星星 女孩在网站上留下的个人资料 是这样的 身高170 公务员 未婚 北京交通大学学士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硕士 父亲是大学老师 母亲是国企会计 自己则是家中独女 北京户口 虽然家境优越 却没有丝毫富家女的习气 从不泡夜店 可以两年不换一个新包 酷爱家庭 是个很适合做妻子的人选 这样的条件 从字面上 至少已经击败了95%的普通人 两人在婚恋网站的办公室 见面的时候 更是惊为天人 女孩虽然化着淡妆 但丝毫掩盖不了 那温网高扬的气质 这样一个条件优越的大美女 实在想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 开始苏小茂是不抱希望的 可幸福来的就是这么突然 两天后 某行星居然主动通过微信 联系了苏小茂 称 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喜欢你 一见钟情 为什么我一见到你 就觉得我们会结婚 我会为你生孩子 你是我孩子的爸爸 这样赤裸裸的告白 认柳夏慧也很难坐怀不乱 苏小茂很快落入了 这个温柔陷阱 女方主动约她晚上一起吃个饭 并且看了一场电影 女孩说她只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谈过一场恋爱 但因为毕业后异地恋爱 就没有再继续了 回家后 两人又互相表达了好感 第二天一早 女孩通过微信 给苏小茂发了一段视频 是几只鸟儿飞过别墅 苏小茂没想到 这个美丽的女孩 不仅各方面条件都如此优越 还住着这么大的别墅 这太让她惊讶了 顿时心里的压力倍增 虽然苏某年入千万 但你要知道 这地儿可叫做北京 为了给女孩吃颗定心丸 苏小茂马上在某信上 回复了一张 自己股票账户和理财账户的截图 并称 她在北京也买得起别墅 正所谓男追女隔坐三 女追男隔成沙 两人立刻确定了恋爱关系 仅仅两周后 某行星便迎来了 她的第一件贵重的礼物 一辆最新款的特斯拉Model S 价值97.66万 一个14000元的LV包包 和8600元迪奥的女鞋 不久 两人一同去澳门游玩了一转 共花费6万8000多元 2017年5月初 两人相识一个月后 苏小茂决定带某行星去福建农村老家 见见家长 他们在苏家待了约一周时间 这个来自大城市的大美女 展现了她亲民的一面 期间主动包揽了苏家的全部家务 上街时也时时刻刻地 搀扶着男人的老母亲 当时星星的表现 获得了苏家人的一致认可 从苏家离开后 二人去了海南游玩 在抵达海南的第三天 2017年5月11日 两人便在海南购买了 海南某居乐某水湾的一套价值 320万元的房产 并在星星的请求下 在房产证上 加上了女人的名字 至此 二人相识 仅仅第40天 苏某不久 又为星星购买了价值 23.84万元的卡地亚传记 和7.6万元的卡地亚耳环 在香港购买了一系列消费品 二人相识的两个月里 苏小茂共为某星星 花费超过400多万元人民币 结婚前的一件糟心事 却打破了两人 原本看似平静的生活 一天 两人起床后 女孩对苏小茂说 我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以前在民政局领过证 但当天就离了 一大早的 被这样一通莫名其妙的话 说得一头雾水 苏某顿时觉得有些不妙 他问女孩是否有过婚史 某星星得称 自己曾与一名叫做李铁军的人领过证 但当时是因为对方没有北京户口 为了让好友李铁军 获得买房资格 两人是假结婚 自己只是出于朋友意气 但任谁也不会对这种事毫无疑问吧 苏小茂提出了打电话给李铁军 确认一下女人的说法 谁知星星一下炸毛了 大骂未婚夫不相信自己 两人发生了口诀和不快 女孩开车回到了自己家中 苏小茂天人交战了一晚 想到家人很是认可星星 对方如此优秀 错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于是6月2日 男人主动发信息 哄回了星星 两人约在北京朝阳公园见面 最终商定好四天后 即6月6日领证 在领证的第二天前 苏小茂提出要看一看未婚妻的离婚调解书 这个原本看似很合理的要求 却遭到了星星的严厉拒绝 他说 除非给他88万元 不给的话 就绝不能看 就分手 鬼迷心窍的苏小茂 又爽快地支付了88万元 2017年6月6日 两人去海淀法院调取离婚调解书 某星星坚持自己一个人进去取文件 大概半一小时后 他拿出了一张两页的调解书 而上面的名字 并不是之前所说的李铁军 而是一个叫做刘磊的人 两人的结婚时间是2011年1月17日 调解书上写明了 这场婚姻是以男方陪付女方20万元告终 因为再次遭到欺骗 苏小茂和某星星 又在法院门口大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在此期间 女方对苏小茂大打出手 至其左眼严重于轻 可见当时那一拳 是直接砸向了苏某的面部 女人当即表示 两人的婚事告吹 不嫁了 当晚苏某再次主动服软 某星星提出 复合不是不可 但要从后天开始 每天给她账户打5万元 直到愿意嫁给她为止 这笔钱叫做追求款 苏小茂提出 明天就给女人转30万元 得到许诺后 女方态度立马软了下来 表示当时打苏小茂 自己也挺后悔 看着女人又恢复了柔情似水的一面 苏某便立刻支付了两天的追求款10万元 随后分三笔 支付了一个名为 户口本改为离异的赔偿金 共计35.8万元 这次的小伴嘴 在男人支付了45.8万元后 落下帷幕 某星星提出 明天就去领证 至此 二人相识70天后 终于领到了结婚证 苏小茂戴着自己的熊猫眼 拍下了这张诡异的结婚照 两人相识的这段时间 不算海南买房的钱 苏某为了领证 共消费了133.8万元 原本以为幸福的小日子 就这样开始了 却不知 这仅仅只是一场噩梦的开端 结婚仅10天 苏小茂发现 妻子和之前相亲平台 认识的男子 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两人发生了争吵 为此 某星星在婚后 首次提出离婚 因为这次争吵 在女方的要求下 苏小茂签下了一份协议 协议中称 如果未来自己提出离婚 则要赔偿500万元给女方 并将三亚房产赠予 如果孩子出生 要为孩子背上三居室的房产 这个协议里 后来加上去了主动二字 显得相当被动 接下来的日子里 某星星多次以不同理由 推迟婚礼的正常进行 她提出 自己的亲戚在北京 都是住140平米以上的大房子 而两人现在住的这套房太小 要重新购置一套大屋 并提出每月5万元的生活费 另外男人挣的钱 应该全部由女人来保管 40岁左右的高管 年薪一千万很普遍 而且我们还没有第二套房 以后难处多的是 我不像一般的世俗女孩那样 看着房子小 扭扭头就走了 因为我确实不看中 这些很俗的东西 你现在还在贫困户的范围挣扎呢 我也算是在你最难的时候跟你在一起了 至少像样的房子 公园1872 新河湾 泛海国际等这种有两套 在北京才算有一点小优势 你怎么不问问我 有几个亿的男孩追我 我怎么不愿意呢 你现在的问题视角 正反映你原始基础不好 之前太沉了 小地方来的 爆发护心理 你的长相 身高 小房子 口齿不轻 不会来势耳 包括传染疾病 全输 你觉得步子卖得大了 可以先解除婚姻关系 你换个大房子 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再考虑给家里人钱的问题 如果你想好好过 我们得有一个 共同居住的地方 不然 这样下去 迟早离婚 一直分支下去 只有一个结局 离婚 我说得很清晰了 房子太小 太高 如果你不愿意配合 那我只能跟你离婚 再找了 因为经济问题 苏小茂提出了一些质疑 认为某星星 会不会是因为钱 才和自己在一起 女人却说 自己婚前 有个人资产2000多万元 并有套别墅 家中打小就不缺钱 父母是大学教授 每年研究经费 就有三四百万元 苏小茂回忆 她带着某星星 见过家人 朋友 也带某星星 去过她的公司 但星星 除了带她 见过家人之外 几乎没有 见过她的亲友 她的所谓 公务员的单位 男人也从没有去过 可以说 女人的人设 完全是靠其 自己的嘴巴来塑造的 她指责苏小茂的长相 身高房子小 口齿不轻 不会来事 还有乙肝 如果还想继续和她住 就必须换一个大房子 为什么会闹这一出呢 据苏小茂的哥哥 苏小龙分析 因为西二期的房产 是其弟弟婚前购买 并没有写上星星的名字 这时 两人结婚刚满一个月 苏小茂已经觉得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物质了 和自己预想的完全不同 但此时 她已经起虎难下 这时 苏小茂提出 自己愿意离婚 这句愿意离婚 却将她卷入了 更大的风暴之中 听到丈夫同意离婚 女人也不眼了 开始胸向壁露 她提出 明天就要起诉苏小茂 并要小心你那间小公司 星星指出 这些年苏小茂的小公司 基本没有交过税 真按法律走 苏小茂可是要坐牢 并诈称 苏小茂偷税漏税的程度 已经达到了无期 以此相威胁 目的只有一个 赔钱 隔日 星星在朋友圈发表了一个动态 恭喜老舅荣升高级警监 最近家里 真是喜事连连啊 苏知道 这是对方在对自己 发出新的恐吓 这天 某星星提出了 最终的离婚条件 赔偿精神损失费 一千万元 他以苏的创业项目 网络电话属于非法的灰色地带为由 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 就立刻报警 7月15日 苏小茂表示 自己最近股票下跌 全付身家只有660万元 想以此价码和解 女人一口回绝 表示可以抵押房产 并威胁到 如果这件事惊动了我的亲戚 怕是局面不受自己控制了我 言下之意 那个所谓的高级警监的舅舅会出手 然而苏小茂却愚蠢地相信了 星星的无中生就 当即答应了他一千万元的要求 女人表示自己可以让步 对方先付手头有的660万元 剩下的340万打欠条 办完离婚手续后一个月内付清 就这样 2017年7月18日 女方如愿以偿地收到了自己的首期离婚补偿 660万元整 约一个月后 8月22日起 当得知苏某抵押房产获批时 某星星又开始催促苏小茂 支付离婚协议中的340万元尾款的部分 可以看出星星很是着急 两人对话中他说 不履行协议就将苏小茂的非法经营活动曝光 WePhone是将事业视为生命的苏小茂 用5年时间搞出来的东西 倾注了他的所有 他将这份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 苏小茂自杀前5天 星星继续在微信上 以曝光其非法经营相威胁 所要剩下的340万元钱款 但这并没有得到苏的回复 9月3日 女人声称自己已经拖到关系 到税务局实名举报 并晒出一张地方税务局的举报电话截图 9月4日苏小茂自杀前三天 他终于回复了前一天的消息 苏小茂解释称自己并不是不想履行协议 而是银行批贷到放款还需要一个多月 他也在加速进度 苏小茂的家人知道此事后 千里迢迢赶到北京 在哥哥姐姐的反复劝说下 苏某终于答应 整理两人交往的一些资料 准备报警 然而到最后苏小茂还是没有报警 却选择了一种消极且极端的方式 2017年9月6日 苏某在Google家上发帖称 自己被前妻某星星索取巨额离婚赔偿 致死公司资金链断裂 无法运营 这个离婚协议把我逼死了 协议里的每个字都是精心设计的 因此不得已走上绝路 他用自己的WiPhone做了一条弹窗 发给了自己的用户 称自己被毒气某星星害死 WiPhone即将停止运营 发出这段文字不久 星星随即发难 养人微信不久 9月7日凌晨3点 某度一个名为渣男巴的铁巴里 出现了一张针对苏小茂的文章 并附上了他的照片 但这哪里还影响得到 下定决心的苏小茂呢 凌晨5点 绝望的苏某从家中走向楼顶的天台 一跃而下 那个小三村里唯一走出的寒门柜子 挺过了寒窗苦毒的苦 挺过了一平如洗的难 却是被自己的爱人 逼上了人生的绝路 到底一个人被逼到了何等境地 才能走上这一步呢 然而对于逼死前夫 某星星却浑然不知 七日一大早 他便继续给苏小茂施压 让他马上删掉动态 但紧接着几小时发生的事 似乎不在他的预想之中 他将网友给自己打电话的截图 发给了已经离世的苏小茂 一改平日要挟的姿态 反式软了下来 如果要是立案的话 你坐牢是几十年的东西就系统行 我也救不了你 现在你把这个新浪微博上的东西给我撤下来 然后我就不再继续追究你 你自己想想清楚 我说我去数据局举报你 现在数据局查你了吗 有人怎么样你了吗 谁都让你一根汗毛了吗 但是你现在就把你 我这些信息都给发到网上了 我现在手机已经被打爆了 我的微信已经加的不成样了 这个事情你最好想清楚 你把这些东西给我撤下来 就从这个我个人名誉这方面为止 我不再追究你 数据局那边我去撤销 依然没有得到对方的任何回复 直到事发两天后 9月9日下午4点 某星星才从新闻上得知苏小茂的死讯 这才停止了继续向其发送信息 时隔六年 苏小龙及其家人 一直在上诉为其递讨回公道 但介于案件性质 只能以民事案件立案 2023年3月31日 历时6年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某星星退还苏小茂 家属现金汽车 共进千万元 以及撤销某星星 海南北京两套房产的个人所有权 虽然此案看似得到了正义的判决 但绝大多数网友仍不买账 仅仅是返还财物嘛 这和小偷偷了东西 只需要归还赃物还有什么区别 双方还就是否还有敲诈勒索的违法犯罪 再起争议 某星星方则表示不服一审判决 决定上诉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 并没有 一个月前 2023年4月9日 苏小茂的哥哥苏小龙 在其某伯公布了一个重磅炸弹 他公布了某星星另一个微信号的一些聊天内容 触目惊心 疑似是通过苏小茂的电脑或手机修复的内容 如果内容为真 那么某星星的人设将再次挑战人伦底线 不过作为原告方 我想苏小龙断然不可能捏照伪证公布在互联网上 这对一个想要讨回公道的人极其不利 前女方至今没有站出来反驳这些内容的真实性 我们先回忆一下 两人是2017年6月7日领证 7月18日签订离婚协议 从对话的时间显示 这些对话就发生在两人的婚内 对方是一个不知名的男子 但显然与星星早就认识 我现在很像尽快跟这个人分手 他还不同意 所以很烦 白包包 要不要去找你 先不要吧 一千行吗 两千吧 亲爱的 我也想你呢 咱上次说免费的 这人长相也不好 唉 看着难受 如果我跟他一起住 可能又忍不住要做他了 整天弄得手疼 想你了 咱俩现在多好啊 只谈感情 不谈钱了 其实 我要是跟我那位感情好一点 他能源源不断地给我钱 我真考虑投资你那个币币币 可是现在的状态 是随时准备离婚那种 我总得有点现金 平时花呗用什么的 我现在的状态 要么离婚 要么找个小男友玩 一个人特别无聊 找个年轻的 钱我花 江湖老炮 我是真的例外了 那个小挫子 芭蕾年的 也不年轻了 如果苏小暴 再坚强一点 没有自杀 会不会就是另外一个 逍遥法外的故事了呢 这是一个绝望的男人 用生命换来的警示 现代社会 杀人不一定要用刀 用认知 也许能让你死得更加悲壮 如果某星星 没有被追求法律责任 那么将有多少个李星星 王星星 将会前夫后继 而事实上 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 不在少数 只是他们依然在折服 在等待一个 蜕变为某星星的机会 我能做的 就是尽量让更多人 保持警惕 不求达到家庭伦理的上限 但请守住 生而为人的底线 喜欢我节目的 请给点个关注 也请回看一下 我其他的精彩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吧 感谢观看